1月13號請一定要出門投票 和支持者熱情揮手 民眾們柯英佩開啟全台抽掃圈 怨穿上白色KP戰袍 第一站就從新莊競選總部出發 不過面對封關民調 維持在兩層上下的支持度 最後關頭要防止被棄保 大家把這個最後封關民調 你要是說一次不準 好吧 那我們就往前 就三次全部記錄下來 1月13號晚上我們來開講 當然有一些我看得我知道是假的 但是總是要有一個實際的數據 來證明 不過前一天的副總統辯論會 吳欣穎被質疑答非所問 跟柯文哲立場不同 TVBS民調跟只有7%的選民 認為吳欣穎表現最好 柯文哲還是力挺鼓勵 吳婦他是這樣 他就四平八五 我問了他全部都講錯 所以後來發現不是我失言多 是戴星德話講太少了 他很少講話 他沒有說話不會講話 我是有回答所有的問題的 從實質上的部分 到底誰有在做功課 我相信我們是第一名 昨天的辯論我是第一名的 只是新竹農地 爭議民進黨還是緊抓不放 質疑柯文哲處理動作太慢 你要正式攻擊 好歹你要有一點 common sense 我跟你講 這個如果是一天打完 反而有問題 表示說你特權 你勸民進黨不要亂打 就打這一條 只是變人家笑了而已 選戰最後關頭 柯文哲除了空戰 更要全台車隊大嫂街 拼曝光 拼聲量 拼到最後一秒鐘 歡迎新聞靈魄 王君宏 葉宇娜 新北報導